应该就是那个刚刚那个怎么样把公式转换成为 就是这个地方的公式怎么样转换为上面这一个部分 其他应该都是前面有讲过 另外就是input box 不过呢input box这边的话会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说会曾经发生过一种状况 就是说请输入存款金额 然后呢他看到请输入存款金额之后呢 他就很知觉的就是说是不是要输入什么 输入那个五十万 逻辑上是相通的 但是实际上可不可以 当然不行啦 你都按确定他就把五十万丢到这边来 然后呢后面就挂掉了 按确定 为什么形态不符 什么意思呢 因为他要计算一定是个数值 可是你却给他一个数值 结果你给他一个文字 文字是没办法做计算的 所以怎么办 后来的话 我想到一招 因为如果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当然有复杂的方法 也有简单的方法 最简单的方法 我上面有一个注解 这个注解可以拿掉 拿掉就执行这个 也就是你可以 把input box 改成前面加上一个application点 input box 只是多了一个就是逗点 这边有个叫什么 type 冒号等于1 意思就是说呢 只能够放数字的意思 也就是type意思就是说呢 你的资料形态输入的时候 他只接受用数字 如果数字以外的东西呢 他就不给你过关 那这样的话最简单 为什么 因为你本来要写很多程式 不过现在如果你用input box 他就可以帮你筛选 那就用这个就好了 所以只是说多了一个什么 加一个application 再加一个type等于1 那至于 如果你要只能输入文字 或只能输入什么 其实也可以改 type好像给你2还是什么 你可以从这边按一个F1 里面都有一些相关的说明 他其实里面的说明文件 其实还做得还蛮完整的 只是说你可能要自己稍微 看一下里面的相关的讯息 你把游标放在input box上面 按一个F1 F1实际上就是什么 call help 就是说呢 他会自动帮你把 某一个你不懂的东西 自动把说明书打开来 然后帮你查询 查询出来会有一个结果 所以F1还蛮好用的 但是有的时候 你第一次执行 他会等得比较久 这个时候他会跟你讲说 针对开发人员参考的资料 application.input box这个方法 他里面就必须要 他能够做这些事情 语法是这些 但是你可能会 可能会想要把它关掉 因为 不过重点 我觉得关键不是说 你叫你从头到尾把它看完 而是 你要看关键点 什么关键呢 最重要是那个type type 所以你往下拉 拉到有没有个叫type type就是它的形态 那type有哪一些呢 你可以往下卷动 主关键就在这里 其他看不懂 暂时略过 没关系 看你要看的 其他暂时看不懂 先略过 不然的话 你会看得很辛苦 如果你是放1的话 那就是数字 如果你是放2的话 那就只能输入文字 如果你输入数字 它也会把你挡下来 可以从这边去查 还有什么其他的 有兴趣的话 自己在针对这个说明去了解 因为很多东西我本来不知道 我是需要的时候 我查一下我就知道了 你不用背 这里面都有答案的 OK 那我们来试一下 刚刚一样的动作 只是它的框框变小一点点 不过应该不影响 变大变小 应该不影响 我们一样 刚刚的动作 50万 假设说那个人 他又输入了 刚刚一定会卡在这边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按确定 他会出现不正确的数字 他不会让你过关 除非说呢 你今天输入一个正确的数字 按确定 他就会执行 而且不会发生错误 这个方法当然是最简便的 因为也不太需要改什么 就是多一个application 点 input box 后面再加上type 帽号等于1 帽号等于就是参数 它的参数等于1就OK的 好 这个是顺便补充一下 input box的进阶版 application.input box 这个还蛮好用的 我还蛮喜欢用这个 因为要不如果说以前的话 你可能要 不然就是自己写个表单 不过自己写个 为了这个东西写个表单 实在是有点太浪费时间了 不过你还可以练习 也许你可以在进阶版 输入界面 可以让使用者变成一个表单 弹出来让他输入 再去执行 这个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包含就是说